拿到了我最新的iPhone 16 Pro 我要崩潰了 平常新孩子們玩得開心最重要 所以你只需要新手機號碼嗎 哈囉 拿到了我最新的iPhone 16 Pro Max 你的iPhone是什麼顏色啊 我一向都是喜歡白色 即使現在一直有新出的顏色 可是我都覺得白色是最耐看的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就是那種新的顏色 看久就覺得還好膩喔 那今年的話大家都很流行沙漠金對不對 然後呢 我跟大陶在店裡的時候就有問店員說 那沙漠金是不是很熱門 然後那個店員竟然告訴我們說 訂的人很多 可是退貨的人也很多 就是他們收到本人的時候 就覺得說這個跟以往的金色好像差不多 就只是換個名字而已 那大陶就說 那賣得比較好的是什麼顏色啊 結果店員說是黑色而已耶 就是黑色是最安全保守的 就大部分很多的人 我覺得應該是男生 然後就會選擇 就是挑黑色的iPhone 這跟我認知有點不同耶 因為我們女生應該很少會考慮到黑色的iPhone 就我們在亞洲也很少看到有人拿黑色iPhone 頂多都是白色銀色的感覺 是嗎 你的iPhone是什麼顏色 我舊的也是白色 然後我現在新的也是白色 好那大陶的iPhone呢 他在現場就直接開封了 因為現在的新的手機都沒有信卡了 沒有一張實體的卡片 都變成疑型 就是透過網路 大陶很讚嘆 就是嗚 他的新手機都還沒有打開 他的舊手機就瞬間沒有訊號了 他就說對 就是他們設定一開通之後 馬上就已經直接轉移了 所以就變成說他必須要趕快打開他的新手機 開機之後才會有手機可以用 好那我的話呢 因為有轉換電信公司 所以可能需要兩三天的時間 我就沒有現場開了 哇 好乾淨好白啊 然後呢 手機有附一條充電線 但沒有豆腐 哇他的手感是霧霧的耶 嗯我舊的也是嗎 可是我覺得其實不管你手機挑什麼顏色 最終都是被手機殼蓋住啊 根本只剩下鏡頭這裡而已 好 把貼紙撕掉 好乾淨喔 趁他還乾淨的時候 趕快上螢幕保護貼 以往啊螢幕保護貼我都是買 最便宜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自己把它貼上去 我覺得我都貼得很好 就是沒有氣泡 那這一次呢 哎呀 我想說買那種比較防指紋的 他一盒兩片 然後是二十幾塊錢美金吧 然後他是聰明安裝的 好據說是蓋上去 橘色的這裡 拉一下就已經 貼好保護貼了 有沒有超聰明的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他這個殼 感覺跟你的手機型號非常貼合 他連旁邊的這個按鍵都有做耶 所以他的位置會很貼合 好 好這樣子 蓋好了 見證奇蹟的時刻 什麼鬼 看起來就已經一堆氣泡了 超級大氣泡 怎麼辦 好怎麼比我自己貼還遜的感覺 好對 你看這個氣泡好大喔 所以這種簡易貼也沒有多聰明嘛 只是省掉了那個 你自己拿螢幕保護貼對 然後抽拉的那個時間 但是呢 氣泡這種東西 好啦 他算是夠貼心 有副裡一根刮棒 你可以自己把那個氣泡趕出來 好單用刮棒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用 氣泡還是在 頂多只是一個變兩個 或者是變更小的 但沒關係 我是貼螢幕保護貼的老手 用你的小指甲 從那個保護貼的邊邊把它翹起來 換一點空氣進去 重貼 刮一下 耶 完美 嘿嘿嘿 一定要小心喔 不能太用力喔 太用力你可能就把螢幕保護貼折斷了 好然後呢 就用同樣的方法 把所有的小氣泡都趕走 這樣你就可以獲得 福福貼貼的螢幕保護貼 平常沒有刮棒的話呢 我都是拿那個信用卡之類的都可以 好了我貼完了 一個氣泡都沒有 完美 哈哈哈哈 跟鏡子一樣 我可以去那個貼螢幕保護貼的地方上班 哈哈哈哈 你好 哈哈 要選哪個呢 當然是版體中文啊 快速開始 直接快速連線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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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為自己設定 我之前的手機是iPhone 13 已經幾年前了 所以我不太記得以前也是這樣嗎 我覺得好新奇喔 它可以為自己設定 然後也可以為兒童新增耶 確實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就是開始有手機了 所以 欸這功能還不錯 我要崩潰了 哈哈哈哈 他居然 弄錯手機號碼 這誰的手機號碼 這不是我的手機號碼啊 一連線之後他就說 要不要把另外一個 不是我的手機號碼的 加入我的帳號裡 就是這一支手機 它不是我的手機號碼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用 沒有實體的信卡 用依信這樣很危險耶 如果電源輸錯號碼 它就 它就不是我的號碼啦 崩潰 我崩潰了 爸爸 好腿喔 每次吃韓國烤肉都覺得好幸福喔 吃得非常的飽 好 那我們上一次來呢 是小豆豆開學的第一天 還記得嗎 我有拍影片 然後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來這一家了 我們剛剛有去那個 就是手機店問 然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先給了一個零食的號碼 然後之後就是可能兩三天之後才幫我就是 號碼會轉進去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啦 呵呵呵 好那吃得非常的飽 等一下要去接小孩囉 85度C麵包店 我們剛剛經過想看一下說生意好不好 是不是只有開幕的時候才大排隊 結果裡面現在的時間是下午一點多吧 大概也有五六組客人 然後都還是一個盤子 然後裡面滿滿的買十幾二十個耶 超厲害的 你幹嘛你要買這個嗎 沒有吧 85度C麵包再長一點 對 才三塊錢而已 喔對他好想要三渣 可是他想要的是那個 一顆一顆圓圓的 不知道哪裡買得到 超可愛的 一朵大花 然後可以把它加在耳機上面 就是一個耳罩的概念 就是一個耳罩的概念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這樣子 浮誇 真是一個裝可愛的女人 又蠻可愛的對不對 耶 可是套這個雖然可愛 但他就有一個缺點 他就沒有辦法進這個休眠艙了 就變成可能你每次要進去休眠艙 就要把它拆掉這樣子 好啦沒關係 還是賠償的可愛 然後呢 跟他們分享我們的 iPhone的災難後續好不好 上次不是跟你們說 就是他的號碼弄錯 然後我們去電信行 就是問那個電源嘛 電源就跟我們說 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就是給我們一個暫時的號碼 兩三天之後呢 就會自動切換了 但他們當下有給我們一個電話號碼 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兩三天之後發現 就是門號沒有切換的話 再打電話給他們 後來呢我們等兩三天 果然什麼事都沒發生 大塔就打電話到他們的客服去嘛 結果呢就是 客服那邊一查資料 什麼事也都沒發生 然後就是等於說 好像是電源沒有申請成功 就是一場烏龍 所以我們也根本就 號碼並沒有轉移到這支手機 所以大塔就是又在電話上面 就花了一兩個小時 跟他重新就是確認整件事情 然後最後終於耶 成功了我的號碼 進入了我的新手機裡了 我覺得這個透過網路 就是透過一個無形的東西 去讓一支手機有電話號碼 這樣風險很大耶 就是一有問題就好難弄 就是你要去確認一些序號啊 什麼之類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不是12月要回台灣嗎 那我們回台灣之後 我們的手機怎麼辦 他已經不能插信卡了耶 等於說我們回到台灣之後 沒有辦法擁有一支台灣門號的手機 欸對啊 現在沒有信卡 就會有這個問題產生耶 那到底科技越來越發達 是好處還是不好呢 我覺得原本有一張小小的信卡 好像問題也不大啊 為什麼要改成這樣呢 好啦我孤陋寡 我不太懂 只是覺得 以我目前的感受 就沒有感受到好處啊 對不對 我要隨便換一支手機 都不能換了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換個三星的手機 我就不能說要把信卡拔過去 然後就換一支手機了 你變成全部都要一直跑一趟電信局 那在美國這裡的話呢 就基本上 嗯 辦所有的事情 效率都還蠻慢的 我就覺得啊 有點麻煩耶 但要跟你們說一個好消息喔 是 我感覺好像美國這裡 比台灣就是回收舊手機的價格 高滿多的耶 以前我會覺得說 舊手機回收不太值錢 但是這一次呢 不是回收13喔 就是13pro的手機 我們拿我們更舊的上一支 就是13我們還是留下來 想說回台灣的時候 它應該還是可以有點作用 我們 把更舊的 我是那個10X拿回去 就回收的報價 還有大概800美金耶 2萬4左右 一支 已經這麼多年前的iPhone手機 它還給我們折扣 折了800 是很高嗎 我覺得超高的耶 還是我孤陋垮文 我們太少換手機了 就突然間覺得 800好多喔 新買一支16 也才1000多而已 就等於說 兩三百塊你就多了一支新的手機 我覺得這個 就是對我們來說覺得還蠻神奇的 那如果說回收舊手機的價格這麼高 感覺搞不好你都可以每一代換新了 算了不要好了 我覺得換新手機好累喔 好麻煩喔 如果不是說相機的拍照畫素會明顯高很多 我真的很懶得換手機 你換一支手機你要花個一兩天去搞定所有 你習慣用的東西 我覺得太麻煩了 但是你不換新手機有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有漂亮的手機殼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看到什麼新的手機殼 好想要 結果沒有你的型號了 因為你的手機已經太舊了 好啦該換還是要換 那今天的話呢 耶 我收到了好多非常可愛的KCity By新的手機殼 因為它們也有一個雙11的優惠 所以我會跟他們合作 就是拍Instagram的那種小短片 如果我已經拿到折扣 我會放在資訊欄的地方 你們可以點開來喔 超划算 超划算的 真的 每年要趁雙11的時候買手機殼 麻煩很多 聯名款還有9折耶 平常聯名款都不打折 因為我要拍他們的幾支廣告短片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手機殼的部分 跟你們介紹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種支架手機殼 我之前有輸過嘛 就是在鏡頭框這裡就有一個支架了 就變成說你手機可以很輕巧 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支架 我就可以放在桌上追劇啊 或者是這樣子也可以自拍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手機變得比較大了 我之前是用Pro Ray 現在用Max 就是稍微大了一點 我會覺得說手機握久了很累 就滑手機很累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是 他們有一個圓圓的這一個直扣環 它的話呢 好處是 它也可以這樣子放在桌上 就是滑手機 然後還有一個優點呢 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指頭插進這個縫裡面 超好拿的 就是你滑手機滑久都不會累 而且你就可以單手很輕鬆的 不怕手機會掉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個超好用 我最愛這一個直扣環 他們最吸呢 還有推出這個 就是磁吸的卡套支架 它的話呢 吸上去 好好看喔 你看我的手機真美 非常可愛之外呢 就是它是一個腳架 它可以直吸 也可以很吸 就還蠻方便的 重點是它這裡面呢 還可以放一張信用卡 或者是悠遊卡 當你想要快速取得卡片的時候 你就不用翻包包 你就手機就可以直接嗶嗶 我覺得是還蠻貼心的發明 然後這一個磁吸的卡套 你也可以挑這種鏡子款式的 你要補妝啊 或者是你要自拍的時候 你覺得說前鏡頭自拍的話數太低 你想要用這個主鏡頭自拍的話 你就可以照這個鏡子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鏡子呢 它不是玻璃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就是摔到會破掉啊 就是很危險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當然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這種亮亮的東西 就比較容易沾指紋嘛 就如果你是有潔癖強迫症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挑這種有花紋的 就比較耐髒的感覺 但是對女生來說 我覺得有鏡子還是蠻方便的 你隨時可能要檢查一下妝容啊 看牙城的菜渣啊 他們出了蠻多款就是有好看的圖案 然後又是鏡面的 我覺得就還蠻貼心的 像我有時候就是會覺得 眼睛有一點不舒服 我看有沒有東西跑進眼睛裡 就是這樣可以照鏡子 挺好的 好就是見面手即可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唯一就是他們家有一些可愛的聯名款 也是圖案好好看喔 一看就很喜歡 然後他們這一次有那個羅浮宮的聯名款 我覺得你可以到官網去 要點羅浮宮的專區 還有一個那個iPad的套子 也是羅浮宮款的 喔去大店你們看好了 然後回來了 就是她萌娜麗莎的微笑 而且這有點像是那種潛水衣的材質 有彈性然後加厚的 跟一個還蠻有質感的拉鍊 我覺得這個套子很好用的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常常帶小客出門 不是都會帶iPad出門嗎 帶iPad的時候我通常都是 想說已經有裝保護套了嘛 就直接把它放進包包裡 可是放在包包裡的時候 你會擔心說 可能包包裡的其他東西 一直撞到這個螢幕 不太安全 我就想說 欸他們有這個保護套了 只是它不會很厚重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 超級加厚的 會增加你的一個空間 這個的話我覺得 厚保度還蠻適中的 你就可以把iPad放進去 然後這樣子放進你的背包裡 就多一層保護 挺好的齁 然後呢就是有一些不同尺寸的iPad 或者是電腦殼 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好喔 那就簡單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很喜歡 Castella家的一些周邊好物 或者是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Instagram會幫他們的廣告合作影片 哈哈哈哈 就是給大家很多的優惠 Yeah OK OK 這一雙鞋 The Bound The Twenty One 非常的有名 是許多打籃球人的夢幻球鞋 但是 我跟你們說 小桃子試穿了之後呢 覺得他的這個鞋舌的部分是皮的 所以很硬 就是他走走跳跳的時候 這個就會一直頂到他 他會覺得不舒服 已經超過退貨的時間了 不能退了 但是他的鞋底很繁華是好事 所以我就要今天自己來把它改造一下 超好看的 這個後面這裡 就是還有那種編織繩 閃閃亮亮的 然後這邊像是有一顆寶石一樣 鞋底 是帶了一堆NBA的戒指 冠軍戒這樣 就這個鞋舌 太硬了 我準備了一個針線的工具包 我打算用襪子 來做一個彈性的環衝 那件襪子是太小雙的 哈哈哈哈 第一個嘗試 先把這個皮的滾邊都剪掉 看看會不會就變軟了 我決定把這整個鞋舌上半部全部拆掉 我剛本來想說要不要把這整塊皮都剪掉 但後來發現 我把這個邊用掉之後 整個就沒有這麼的硬了 那沒有這塊皮的簽名 好像也變得不好看 所以我就決定保留它 然後我剛用了綠色襪子 我覺得好像有點顏色不搭 所以我找了一雙灰色的 就是把它捲一捲 然後讓這上面會接觸角白的地方 好我決定就這樣子把它縫住 好縫好了 長這樣 正面看起來還OK啦 嘿嘿嘿 背後就是超級加厚 整個軟軟膨膨的 有點醜 沒關係 穿在裡面沒有人知道 好要準備開始比賽囉 每次這種大型比賽 都有那種年齡非常混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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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犯規了 我們拉丘 好 差一點 比賽結束 累壞了 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這個才是我們正常的年紀 隊友一看年紀就差不多了 一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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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去那邊 check in 然後我們大人要付門票 哈哈 在這邊買票 你會失去嗎 OK 謝謝 還有Wi-Fi密碼也給你了 哈囉 今天是星期天 一樣早上八點多左右 我們就到了球場這裡了 今天第二天比賽 但是小桃的昨天比賽完之後 我們回去晚上跟朋友約在公園打球 結果小桃的受傷了 他的膝蓋直接撞到地上 所以呢 他昨天基本上是痛到都沒有辦法走路的狀態 那我們就趕緊通知教練說我們受傷了 今天可能就是沒有辦法上場比賽 但是我們人還是會到現場支援 因為 我們的小孩人數有點不夠 我們本來球隊是七個小孩 但是有一個他就是 有事情不能參加這個禮拜的比賽 所以我們只剩六個小孩 如果小桃的也不來的話呢 就剛剛好只有五個小孩 五個小孩全部上場 萬一有一個在場上受傷啊 或者是肚子痛啊 有任何的情況 就沒有替補球員了 所以我們就還是到現場來做個準備 然後呢 同時爸爸也在為他們的FB粉絲團做直播 那我們就在現場再看看狀況 那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小桃的腳受傷 所以爸爸就告訴他說 你也不用感到尷尬啊 或者是 如果有需要你幫忙的話 你跑得慢一點都沒有關係喔 就是不要說 就是覺得會丟臉 到現場之後 確實有許多家長都給他鼓勵啊 然後教練也很溫柔 格外的溫柔 哈哈哈哈 你有見過這麼溫柔的教練 然後就覺得 還蠻窩心的 就是現在 心裡感覺暖暖的 就是 真的是有一種 在一個團隊裡 然後互相支持 努力的那種感覺 那個教練就有說 如果上場的話 就是你慢慢走都沒關係 你就是只要站在籃下幫忙投籃就好 然後覺得好可愛 好啦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再看看情況囉 喔齁 好喔齁 打啦 阿野 喔齁 好喔齁 好喔喔齁 好喔齁 我們是0分 對方是11分 然後打到現在我們一樣分數 加油 加油 孩子們 我們整隊都沒有高個子 全靠硬實力 時間到 比分一樣 謝謝神救援 最可愛的救援 好啦 平常心 孩子們玩得開心 最重要 Tikachu OK 你可以選擇 白辣糖 蠻花卷 Horses的白巧克力 黑鏡子畫面 大陶是認真在看菜單 所以沒有動 11點開幕 頭台 前菜叫頭台 涼皮耶 小籠包 餃子 牛肉麵 牛頓麵 油波麵 蛋蛋麵 米枝蝦 火焰蝦 核桃蝦 因為我們剛剛在車上有吃麥當勞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我說不用點太多喔 然後上完了炒麵跟兩瓶之後 我就以為我們的菜就這樣 然後相機都已經收起來 結果後面又上了油波撈麵 跟朋友炒手 然後就是炒茄子 還有雞翅 炸雞翅 登登 哇 住在美國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住得離華人區遠一點的話 像我們要來這邊開車要四十幾分鐘 可是剛好跟小小的比賽的地方 開車只要五分鐘 所以來到這邊你就覺得說那多點點好了嗎 吃不完打包回家 省一點油錢對不對 這樣也是不錯 有它的價值在 對 四川涼皮出體驗 然後一吃就上癮了 剛給他一條之後 他現在就喜歡這個了 然後就不會走 目指向左 準備 2 目指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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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指向左